ROMA終於把他改到2-3了 其實基本上 很快改滿了 衝一下這台 這台是直線 呃...線人組來講的話 他的直線最大值應該會比蓋拉多快 ROMA這台 好車好車 魅力東城是吧 然後過去陸府跑一下 撞牆的機制什麼的 還是城堡蠻嚴重的 之前還有人說什麼洪飄有懲罰 我剛剛測完是沒有的 沒有洪飄懲罰 也是造凹啊 ROMA這個速度很快 直線車 不過遠點 感覺他有點 甩我有點拋的感覺 有點他那個抓地性有點不太好 感覺 一直在拋 甩一下好了 然後這個彎直線給他出來了 ROMA最強的地方 我們是用反彈 雙甩一下 直接拉陣 我覺得快 車子快還是可以這樣跑 這樣快蠻多 我也不是 2 1 1 3 2 好試試一下 看一下 剛剛我好像看到影片 大家說 看有看沒有懂 我其實也是有點傷心 呵呵呵 不想要賽 反正跑法就是長那樣 如果大家對那個神前方有興趣 可以看我的那個影片 跑法就是長那樣而已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ROMA跑這張還不錯 這張直線很長 ROMA跑這張我覺得挺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他那個死數表 然後我這個ROMA的改法是23232 這邊可以早點挑 然後盡量 讓速度提上去 你看這一段就兩百多 然後這邊輕輕的小飄 往裡面 撞一下 彈出來 喔 這邊是19.2 ROMA跑這關好爽喔 你看這個直線 我跟你講這個直線啊 看阿多都不是對手 啊啊彈起來了 這台車缺點就是過彎比較 沒那麼強一點 沒有像蓋阿多那麼好彈 但他直線真的快 直走 這邊先不飄 過來再飄 然後貼完 然後貼完 撞牆看看 應該撞比較快喔 有喔有刷喔刷一點 喔102 不過第一輪好像分數的比較少 這個牌位好像第一輪的分數都不會加太多 哎呦上升了 我第一次來到車神二階阿兄弟們 風古也是加分圖 阿爾比三系列好像都是 蠻容易加分的 我覺得我這樣搞好像不是很好 感覺跟剛剛那個沒差太多 跑起來都有一種不穩不穩的感覺 這台車 但他的這個屁股轉還不錯 就不用補雙甩 他的屁股自然而然就會 凹過去了 我覺得低速車感覺走內線比較快 因為 引擎沒有那麼強 感覺去凹那個軌道車有點慢 不如直接走內線 來到羅馬最爽的地方 然後搭上鍋 拉正 我們走這一塊 然後輕飄 先去撞一下牆 然後再拉正 再回來 這邊的話我會貼這裡 然後輕點 拉正就好了 不要撞右邊 撞右邊就慢了 然後下來這個彎不甩 我們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使用 全程撞撞法 彈 好 中力加速度的過法 欸等一下 沒按好 算甩失敗 這邊一樣 撞 拉正 好稍微往左 甩 武裝甩 這個彎 長的就是要補上甩 不補的話 你整個車就會壓 吃在牆壁這樣 一樣往裡面 這邊要補上 感覺轉不太過去 好消道一下 52秒 哇 哇 果然是大分圖欸 我直接加了124分 加多了 欸我又要升級了欸 不然覺得好像有點快喔 哇 衝出去了 那個兵士是高階的嗎 怎麼那麼快 欸他15他15 他這裡 甩太用力的樣子 還好 鬼道車 提速吧 嘿咯 還好救來了 繞跑 這邊龍馬的直線 這是部署後面的兵士那些的 這邊補個雙甩 我們趕快拉正 你甩到一半你感覺你的屁股轉不過去 請直接加雙甩 不要猶豫 龍馬這個彎不錯喔 回到車 我們切一下這邊的西瓜 這邊走這裡會快一點點 龍馬奧紅標應該還可以吧 試一下 這個彎可能需要奧個紅標 還可以還可以這個紅標回復的蠻快的 再甩 再甩 來 換右邊 好 持綠漂跑 小心小心 左邊左邊左邊 然後換右邊 稍微往右邊拉一點 拉不過來拉不過來就能甩 這邊直走 啊好像拉不到3秒 啊好像沒了 3秒就少5分了 對啦少5分 但是欸這張有120欸 如果剛剛拉3秒就125了 就刷獎盃了 有喔我們快上去了 取進的話 龍馬應該有機會吧 龍馬跑太爛了 可以把他報仇一下 哇不過這一場 蠻多高手的 龍馬的對決 來了 這是取進喔 等下技打走沙坑 剛剛我們有學到一招 下雨天可能會稍微滑一點 哇靠他把我當牆壁拉過來 哇靠虧了 哇他們走那個路段 哇完蛋了 他撞他撞他撞 真的欸走這邊比較快真的 還好 我那個彎過的比較好 點綠飄走那個沙坑 不太時速真的 因為我布加蒂走那個路線 會慢一點 但這個好像他們走那個路線還蠻好的 哇加125欸 1801 好啦哈哈我不用玩可以了 剛剛1801 你打到我們今天要的目標啦 1800了 好啦 今天就撥到這啦 感謝各位啦 啊